歡迎收睇五間新聞 我是麥順賢 聯合國引述耳君子 加沙北部居民需要在24小時內 撤往南部 哈馬斯否認 又說沒有殘殺平民和嬰兒 在以色列宣言 都是抗殺殺人 和囚子 那些不正常和不專業 受到很多媒體媒體 這倒楣 是不可疑 這些媒體 受到這些媒體 受到這些罪 和普通的玉子 沒有做到不容易 去確認真正的報告 我們不斷辭 這些報告 而既然我們禁止這個媒體 哈馬斯在發布的片段入面 為今次大規模特集辯護 強調是要保衛巴勒斯坦人 至於人質問題 哈馬斯說會按照宗教價值 同國際人道法規對待人質 重申除非以軍停止侵略袈裟 否則不會放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呼籲 耳巴雙方克制 儘快恢復和談 王毅和巴西總統首席特別顧問 阿莫林通電話 重點討論耳巴局勢 王毅說對大量平民傷亡 心感痛心 反對傷害平民的行為 並且譴責違反國際法的做法 也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防止戰火進一步擴大 當募資急是要保障平民安全 開闢救援通道 避免袈裟出現嚴重人道危機 又指出巴勒斯坦問題的癥結 又指出巴勒斯坦問題的癥結 是在於一直都沒有還巴人一個公道 解決問題的出路 是在於盡快恢復真正的和談 實現巴勒斯坦民族的正當權利 世界貿易組織警告 如果耳巴衝突擴大 將會嚴重衝擊全球貿易 貿、世貿總幹事 伊偉阿拉表示 利率上升 中國房地產市場積弱 以及俄烏戰爭等不確定的因素 本來已經限制了全球貿易增長 現在加上耳巴爆發衝突 將會加劇全球貿易的不明朗 警告如果衝突擴大到整個中東地區 可能會嚴重影響全球經濟 世貿上星期調低今年全球商品貿易量增長預測 由1.7%降到0.8% 明年預計增長3.3% 內地9月進出口繼續下跌 但跌幅有改善 海關總署說 雖面對多重困難和挑戰 但認為運行平穩和向好 內地貿易表現有改善 但維持下跌趨勢 以美元計價的出口 9月份跌6.2% 比上一個月再收窄 但已經是連續5個月向下 進口同樣跌6.2% 但跌幅已經維持了7個月 貿易順差有777億美元 少於市場預期 海關總署表示 雖然面對複雜的外部環境 和國內多重困難挑戰 但內地進出口 平穩運行和向好 正如我剛才介紹的 隨著我國經濟恢復的基金因素 不斷地繼續 我國外貿 穩規模優結構 以系列政策措施落地見效 進出口有望繼續鞏固 向好的勢頭 實現全年的促穩體制目標 海關總署有預料 第四季出口仍然面對世界經濟復甦 動能不穩的挑戰 但相信出口綜合競爭優勢仍然穩固 如果以人民幣計價 貿易就錄得輕微下跌 9月進口岸年跌0.8% 但出口就跌0.6% 總計貿易額跌0.7% 海關總署強調 8月和9月份 貿易都錄得岸月增長 而9月的規模是今年最多 以人民幣計價 貿易岸月升4.3% 有線新聞 王浩琳 報導 內地通脹再度回落 表現差過預期 但分析指十一黃金周 境內旅遊暢旺 估計10月CPI偏向維持正數 蔡崇雲報導 消費和食品價格下跌 拖累內地通脹再出現 沒有升跌情況 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 由8月按年升0.1% 回落到9月的持平 表現低過預期的升0.2% 其内食品價格跌3.2% 豬肉價格急跌2.2% 影響CPI下跌大概0.37% 消費品價格就跌0.9% 服務價格就上漲1.3% 分析認為十一黃金周 境內旅遊似乎暢旺 估計10月CPI偏向維持正數 似乎銀根比較短缺 所以就在來需的部分 是9月份比較弱 都儲定一筆錢 去10月份的時候去花錢 所以造成價格上面 就沒有特別的上漲空間 但普遍居民其實就感受是 特別是過往一兩星期 但他認為房地產行業產能過剩 會繼續影響經濟 通縮壓力依然存在 反映上游通脹的工業生產者 寫出廠價格PPI就連跌12個月 9月按連跌幅收窄到2.5% 但略多過預期的跌2.4% 有線新聞 蔡崇文不得 行政長官李家超下星期一 將會率領高規格的70人代表團 去到北京出席第三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李家超將會率領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慧等 六位司局長 加上廉政專員胡英明 特首政策組組長黃元山 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 一共11位高層官員參與 另外有59位成員 橫跨政商界科研界等 李家超下星期四回香港 他離港期間將會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處理特首職務 下星期二的行政會議取消 有17間分店的一團豬手專門店 收到加盟商提出結業 30名員工被拖欠強職金工款 銷委會至今收到六中投訴 涉及1350元 一團豬手在灣仔的分店店位 已經變成另一間賣豬手的專門店 門口貼出告示說和一團豬手無關 不能夠兌換禮券 在元朗的分店落閘關門 連招牌都拆了 一團豬手在社交平台說 疫情和通關後食材價格上升 人手不足 舖租續約增幅驚人 連月來陸續收到加盟商提出結束經營 暫時未達成公式 只是採取法律行動解決 總公司也積極尋求其他合作夥伴協助兌換禮券 顧客可以先登記 稍後會分階段處理換領事宜 小委會速請間公司交代具體安排 現在沒有清楚表示是全線結業還是局部結業 會不會那些安排是說 登記了之後我就安排你的禮券 這些貴賓為卷 就可以去其他未結業的店舖 或者營業的店舖去兌現 還是你打算去退款 有消費者都有問 就是早前一兩個月之前我們已經買了 但現在完全兌現不了 也都陸陸續續去結業 會不會有欺騙我的成份呢 積金局說一團豬手17間分店的經營者 Honic企業有限公司 屢次拖欠強積金公款 自去年一月已經為80個僱員追回 大約63萬的公款和附加費 今年4至8月 公司沒有為30個員工繳交強積金公款 涉及大約13萬 積金局將會向法庭民事伸殺 如果公司不繳付欠款 會採取執法行動 例如查封銀行戶口 局方至今收到10宗投訴 正是調查 有線新聞優惠儀報導 看看港股中午收市表現 恆生指數中午收市報 10月報17,8852點 跌385點 半日成交453億 期指方面 10月報17,8886點 跌397點 11月報17,902點 跌408點 成交超過53,000張 恆生科技指數 報3892點 跌126點 看十大活躍港股 京東集團跌14.1元 營付基金跌3.7元 騰訊控股跌8.4元 美團跌4.5元 友邦保險跌2元 阿里巴巴跌2.9元 若名生物升3.5元 恆生中國企業跌1.26元 建設銀行跌3先 南方恆生科技跌1.26元 其他新聞 由證券業界組織去信政府 反對當局研究打風開始 證券及期貨專業總會在信中提到 港股每年平均只有一至兩天 因為惡劣天氣而停市 質疑改革沒有必要和浪費資源 又說當局必須確保證券業前線員工 可以安全工作 試時推行惡劣天氣開市安排 信中也引述有消息說 港府只是研究取消特定長假期 從而延長交易時間和日數 總會也反對有關建議 認為改革有可能對各行各業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亦都牽涉重大的勞工及福利改動 但是不一定有助增加成交 據報內地計劃設立平准基金支持股市 彭博引述消息指 基金規模達數千億人民幣 提振投資者對股市信心 監管部門已經上報方案 內地近月連番出招拯救疲弱股市 繼下調股票印花稅和限制股東減持之後 被形容是國家隊的中央匯金 亦都出手增持四大國有銀行股份 休息回來會報導 回來新聞時間 JPEX案至今超過2500人報案 有議員計劃成立民間反詐騙大聯盟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就JPEX等近期騙案 若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會上要求政府向中央政府尋求支持 開展更多全球警務合作 打擊科技罪案 希望局方加大防騙宣傳教育力度 他亦都表達計劃聯同地區人士 法律界和科技界專業人士 成立民間反詐騙大聯盟 從地區層面做足防詐騙工作 工聯會宣布派出46人參加區議會選舉 25人參選地區直選 21人出選地區委員會界別 下星期一工聯會理事開會疑定名單 之後會公佈人選 被問到民建聯在44個選區軍派人出選 但是工聯會只是派出25個人 工聯會說因應地區形勢部署 和其他政黨是良性競爭 他們派出的人選是年輕有參政經驗 工聯會今次參選政綱包括 加強保障勞工權益 協助政府良政善治 提升國家意識觀念和維護國家安全 市民的社區變得污煙瘴氣 混亂不堪 大量的民生工程停擺 市民最基本的生活 上班上學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只是這些令人憤慨令人發起的卑劣行為 激發了我們最真實的心聲 就是區議會不能夠再這樣亂下去了 香港不能夠再亂下去了 首場的選舉 將是發展香港特色優質民主的 有一次生動的實踐 外國者有責任積極來參與 鞏固香港游市及興的重要根基 展現團結向上的新氣象 冬季流感季節章節 有議員關注一旦流感 和新型肺炎疫情同時爆發 政府有甚麼對策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 醫管局有不同級別的應急方案 有俊華報道 下季流感高峰未完 冬季流感季節很快又會到 有議員關注一旦流感 和新型肺炎同時爆發 當局有甚麼對策 相對上現在我們在公營醫療服務下的 醫護人手已經非常不足夠了 到時候對於內科 甚至老人科的人手病床的要求更多 所以另外我也想了解一下 在這方面局方有甚麼方案去應對呢 即是不要到時殺到過來才再去想 醫管局也有一個緊急應變的方案 參考到我們在新冠疫情時的情況 當然我們不希望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是會有不同級別的一個應對 是調配一些人手和病床 去處理這些嚴重的這些感染的個案 也都有議員關注 政府去年浪費了多少流感疫苗 盧崇茂說政府訂購的疫苗一般會越多 我們希望寧可避而不用 就不要用而不避 因為在高峰期的季節 如果真的出現一個全球搶購的情況 到時可能會令到有些市民打不到 根據數字 我們過往大概是每年接種90萬針 其實政府那方面 當時政府訂了多少 今年是92萬 去年是訂了多少 去年政府訂了超過120萬針 盧崇茂又補充 今年下季流感季節期間 129宗成人死亡個案入面 大約有6成的嚴重個案無打疫苗 13宗兒童嚴重個案入面 有9宗都是無打針 呼籲高危群組盡快接種疫苗 做好保護 有線新聞由進華報導 東區走廊有七輛車連環相撞 兩個人受輕傷 意外涉及四輛的士 兩輛客貨車和一輛私家車 分別車頭和車尾損位 上午9點多 七輛車沿東區走廊快線往中環 駛至北角警署附近 懷疑有車因應交通情況減慢車速 令到尾隨駛節的車輛發生追撞 一名的士司機和一名私家車女乘客送員 十七歲少年增獻截失蹤期間 不少民間團隊自發協助尋人 有測量師用無人機拍攝 事後在相片中發現到失蹤的少年 他期望加強用無人機參與搜殺 黃家駿報導 本港近年多宗失蹤人士案件 策糧師李偉鵬都有幫忙 用無人機拍攝協助搜殺 包括最近的十七歲少年曾獻截 李偉鵬星期二用無人機拍攝過千張相 尚再去到互聯網希望用眾人之力 一起找出失蹤少年的位置 當消防成功找回珍獻截之後 李偉鵬對應自己拍攝的相 發現相信是珍獻截的蹤影 你這樣看是很難看 看不到 因為全部都是綠色的 接近這棵樹的樹底下 就站了一個人在那裡 很開心 因為想了這個方法 都五年 前後都接近 由鍾先生那件事 一直我提議 我說可不可以用無人機做 有可能會拍到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證據或者證明 是可行的 李偉鵬一直以來 都有協助不同的搜救行動 他的第一次要數起18年前 警員丁利華失蹤惡 當時警方邀請他幫忙帶路 我是做野外定向地圖的制圖員 剛好我又做牛角路的圖 當時我一個人做的 所以我很清楚地形 原來自己的知識 可以幫到這一類的搜救工作 之後我都很留意這些事情 因為很多事情 就是比較大的事情 一個人又做不到 可能我們十個人都做不到 最好很多人做到 那怎樣做呢 原來民眾如果熱心的話 參與一下是一個好事的 有線新聞黃家俊報導 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股被車衝入的案件 司機據報是華裔居民 三藩市警方公佈 星期一駕車衝入中國總領事館 被警員擊斃的司機 是31歲易陰姓楊的男子 傳媒報導 死者的家中藏有仿製槍鞋 弓箭和無人機 寫有中共政治口號的白板等 文件顯示他曾經就導 山西省的曲浮司法大學 犯案動機仍有待調查 俄羅斯奧委會將烏克蘭俄控地區的 體育組織納入管轄 被國際奧委會暫停之隔 國際奧委會執委 星期四在印度孟買開會 說俄羅斯今個月初單方面決定 將隸屬烏克蘭國家奧委會的頓列慈克 克爾松、盧金斯克和 習波羅列地區的體育組織 納入管轄 違反了奧林匹克憲章 所承認的烏克蘭領土完整 決定即時暫停他的資格 直至另行通知 俄羅斯奧委會不能以國家奧委會的名義運作 也不能獲得任何資助 但不影響運動員以中立身份出賽 烏克蘭表示歡迎 俄羅斯就認為決定適得其反 具有明顯的政治動機